大家好,我是小强 雄鹿在东部决赛通过抢7险胜篮网晋级后 外界都普遍认为他们可以一路闯进总决赛并拿到总冠军 甚至有某些球迷开始讨论字母哥 如果今年夺冠的话 历史地位是不是能够超越杜兰特和诺维茨基 可惜打脸的是 雄鹿在东部决赛首场就吃到了一场败仗 他们113比116输给同样经历了抢7的老鹰 让生涯首次进入季后赛的特雷洋疯狂砍下48分 7篮板11助攻 米德尔顿继续拉胯 纵然霍勒迪和字母哥合砍67分 也难以填补防守端的漏洞 篮网输得太冤 雄鹿后防线被打回原形雄鹿之所以能够淘汰篮网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先是首轮发挥出色的哈登突然腿部二级拉伤 大幅降低了雄鹿后场防守压力 即便前者第五场复出 也找不到巅峰状态了 其次欧文被垫脚赛季报销 让篮网进攻端雪上加霜 顺带也费了射手哈里斯的一半功力 最后剩下的杜兰特又恰好对上了塔克这道防守大闸 字母哥被全面释放 击穿了身高不足的篮网禁区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篮网所谓的超级阵容 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杜兰特带着一帮CBA在打球 然而熊鹿也还是被拖进了第七场 这说明不是他们实力有多强 而是老天和篮网开了一个玩笑 熊鹿成为了其中的利益获得者 并不意味着熊鹿就具备了可以轻松夺冠的硬实力 面对出生牛犊牛不怕虎的老鹰 熊鹿各个位置都面临这个障碍 字母哥要对抗的再也不是年龄更大 且身高不足的格里芬 而是防守篮板吃饼样样皆能的卡佩拉 在吹扬的组织下 他首节就贡献了多次吃饼扣篮 全场抢到最高的19个篮板 凭借扎实的防守基本功 将禁区守得严严实实 大洛佩斯直接从次轮的内线巨塔 变成了篮板和盖帽都没有的软弹 更可怜的就是以霍勒迪为首的熊鹿后防线了 虽然霍勒迪手感不错25中 14得到33分时助攻 但未能填补米德尔顿挖下的大坑 自身正负值也只有负三 对面的吹扬左兔右头 直接打爆了熊鹿整个后场 这么来看 连续折损哈登和欧文两大巨星的拦网 确实输得太冤了 毕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样一只连老鹰都无法战胜的熊鹿 有什么资格谈总冠军呢 熊鹿只是伪强队 若欧文不伤夺冠 如探囊取物比赛结束后 回头再看熊鹿这支球队 他们的缺点真的太多了 字母哥从始至终都没有将投篮能力展示出来 首轮实现横扫 只是因为热火早已不是去年的总亚军 他们有办法针对字母哥 却没有精力再去应对霍勒迪这个持球点 米德尔顿状态起起伏伏 若不是拦网次轮遭遇变故 甚至不让他有机会在J6打出单场38分的表现 这样一只在咖位技术以及气质上都明显不足的球队 说夺冠确实为时尚早 所以身为黑马的老鹰 才有机会客场先下一城 虽然现在再去翻字母哥垫脚欧文的旧账 未免有些心胸狭隘 但还是不得不说一句 如果欧文能够健康打完次轮比赛的话 雄鹿不会有一丝晋级的机会 论进攻手段和稳定性 欧文绝对超越了现在的吹扬 雄鹿的后防线压根防不住进攻实力 顶尖的箭头空位 杜兰特在单打压力更小的情况下 也会得到更多无球轻松投篮的机会 完全不必和塔克陷入肉搏战 篮往一方面综合实力更强 另一方面还保留了体能 即便哈登无法100%发挥 夺冠也如探囊取物 在季后赛开始之前 曾有球迷打去说 今年总决赛将会是老鹰打太阳 联盟会全力扶持新鲜血液 这个看似是玩笑一般的语言 如今或许就要成为现实了 至少相比利捧自母哥这样打法单一 又缺乏观赏性的国际球员 布克和特雷扬两名美式后卫之间对决不是更香吗 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 谢谢